你有没有钱,还有老婆,如果还想和我在一起的话,除非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探奇录,我是你们的朋友老莫 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本期的内容 2006年4月11日晚,在台湾新北市西纸区的一个小区内,在15层的一户人家里发生了煤气泄露事件 邻居闻到后,马上报了警,消防人员第一时间来到了案发所在楼层 破门而入后,在主卧发现了一名妇人,但是已经没有呼吸了 在警方来了以后,又在自卧发现了用被子盖住的两名小女孩 同样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调查过后发现,房间内的窗户都用布条塞住了 门窗也都繁锁了,在现场也没有打斗的痕迹 根据现场种种迹象表明 警方怀疑这是一起妈妈带着孩子们用煤气自杀的案件 事出必有因 这位妈妈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带着自己的孩子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呢 警方从邻居口中得知了这名妇人的一些情况 这个妇人姓蔡,平时工作是直销,最近在和丈夫分居闹离婚 更曾发生过家庭暴力事件,她的经济很困难,要维持生活用度 还有一些债务问题,婚姻不幸,负债累累 单薄的女子承受不了这双重压力 从而厌倦这个世界,也不想让孩子们承受这世界的痛苦 便选择带着自己的孩子们一起自杀 这一切似乎看起来那么顺理成章 死者妈妈在赶到现场后失声痛哭 她不相信自己的女儿会想不开 母亲向警员诉说 女儿自从和女婿分居后一直努力打工养育两名女儿 又不时的打电话对她说 妈,我现在的生活是很辛苦 但是有两个女儿陪着我 我相信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 根据这些信息 这位母亲感觉到了这期案件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警方在听完这位母亲的话后 也觉得是有蹊跷 但是现场的调查暂时全部指向了 女子携孩子们自杀的这个选项 所以只能暂定为自杀案 案发后的一段时间里 死者母亲在梦里不断梦到自己的女儿跟自己说 她绝对不是自杀 凶手另有其人 死者母亲跟警方说了这件事情 并请求警方能够调查清楚 还自己女儿一个清白 之后警方这里收到了蔡姓夫人和孩子们的尸检报告 尸检报告显示 三个人的嘴鼻子还有体内有残留的影迷 警方立刻反应过来 如果真是自杀案 又何来的影迷呢 因为这个疑惑重新启动了案件调查 之前发现了蔡姓夫人的右嘴角有按压的痕迹 一开始警方以为这个痕迹是在吸入煤气后 由生理自救的反应造成的 但是现在查出了影迷 让这个痕迷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 从这一点上明显可以得出 凶手先用影迷迷昏受害者 之后又将现场伪装成煤气泄漏 这一个线索 让整个案件由自杀变为他杀 因为蔡姓夫人的死亡方式 又因她生前夫妻感情不合 更曾传出家庭暴力事件 所以这次警方首先调查了蔡姓夫人的丈夫张鹤林 才得知蔡姓夫人在生前办理了一个保险 保险金300万 在妻子死后 张鹤林去办理领取保险金业务 在办理后的第三天 就以工作为理由 离开了台湾 警方已经察觉到了这个男人的种种迹象的不寻常 所以警方随即假扮保险公司人员 告诉张鹤林可以回台湾领取保险理赔金了 这一招果然有效 张鹤林听到了消息后 就回到了台湾 一回到台湾 警方马上就把张鹤林控制了起来 在调查中发现 张鹤林手机联系人里头有一个女人 在这段时间一直联系她 这个女人就是苏玉珍 那么这二人之间又是怎么回事呢 张鹤林之前是学化学的 平时工作是水电工 在一个项目上认识了苏玉珍的丈夫 有一次在苏玉珍丈夫船的麻将局上 张鹤林认识了苏玉珍 二人一见钟情 之后二人便偷偷开始了他们的双出轨恋情 之后这段感情被蔡某发现了 蔡某因为这件事 还给苏玉珍的丈夫打了电话 想让她管好自己的妻子 但这个做法 却让苏玉珍心里对蔡某心生怨恨 之后更是公然的和张鹤林出双入队 表现得非常亲密 知道了这些 警方暗暗觉得这个案件 和苏玉珍有脱不开的关系 就把苏玉珍找来和张鹤林做当面的对峙 这二人竟然同时表示不认识对方 明明爱得要死的两个人 此刻却装作不认识 就是这样的做法 让这二人露出了麻角 为了让他们说出真相 警方对他们使用了测谎衣 还选定了苏玉珍作为首要突破目标 因为在苏玉珍的网络聊天信息中 调查到他曾经向一位高雄的网友提出购买以弥 购买以弥的理由是 想要清洗张鹤林皮上的无字 警方一看到以弥这两个字就什么都懂了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让苏玉珍自己说出案情真相了 通过以弥这个线索 又问了苏玉珍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最后警方告诉苏玉珍证人保护法 协助调查可以换来减刑 这是坐在测谎仪上的苏玉珍不断发抖 最终他还是走了 做了五点证人 苏玉珍一五一十的将整个犯案过程讲述了出来 杀人的是张鹤林 在整个犯案过程中他都知情 在张鹤林要作案的时候 二人是用电话在联络 张鹤林戴着蓝牙耳机 将整个案发过程直播给了苏玉珍 他听到蔡某在挣扎的声音 甚至于听到张鹤林女儿在求救的声音 但是他却一直无动于衷 另一边张鹤林的审讯却不太顺利 张鹤林死不承认杀害妻女 还大骂警方胡乱抓人 但警方希望感化张鹤林 让他明白是自己做错了 警方用死者三人的生前照片 还不断给张鹤林放佛经 在经历过这些之后 张鹤林的眼神由痛苦转到茫然 这时警察问了他一个问题 你到底是人还是畜生还是魔鬼 张鹤林说 我是被魔鬼控制的畜生 之后便嚎啕大哭 承认了范甲的一切罪状 他终于说了人是他杀的 至于杀人的原因 都是因为小三苏玉珍 苏玉珍和张鹤林说过 你要和我在一起 可以啊 前提是你把你老婆杀了 谁能想到张鹤林竟悟信 小三苏玉珍的话 真的开始谋划杀人计划 想由苏玉珍去找购买乙迷的渠道 在和那个高雄网友定了时间后 二人一起前往了高雄 买了乙迷之后 二人还到墾丁去玩 还去了台东 借这次机会 还来了一次环岛旅行 在案发前 还特地买了老鼠进行实验 在实验过后 张鹤林认为这个乙迷果然有效 之后便去到登山专卖店 去买登山用的绳梯 案发时 张鹤林先来到了蔡某家房顶 利用绳梯 从后阳台进入房间后 先跑去厕所 拿了毛巾 来到了妻子的主卧室 看到妻子已经熟睡 一把捂了上去 张鹤林冷眼看着妻子挣扎 等到妻子不再挣扎时 她松了手 她挥头时 看到了大女儿出来上厕所 她知道 大女儿已经看到了这一幕 之后张鹤林自己说 如果我不杀她 就是我死 我杀她 我还是死 她一不做 二不休 竟然连两个可怜 无辜的小孩 用一样的手法给闷昏了 转身打开了煤气 营造出整个 所谓自杀的样子 之后原路返回 这就是整个案件 发生的全过程 最后法院判处 苏玉珍 十年有期徒刑 张鹤林判处无期徒刑 蔡某无法想象 自己的丈夫竟然被小三迷惑 杀害了自己 而自己被杀害时 小三就在电话那边听着 两个小女孩才九岁和十二岁 小生命还没来得及长大 就这样被自己的父亲 夺去了生命 关于这种婚外情 导致惨案的例子 实在是太多了 一直都在反复说 婚外情的后果不堪设想 总结很多失败婚姻的失望之处 不就是当时选了一个 自认为优秀的人相爱 但时间长了 却只能看到对方的平凡吗 总是觉得不合自己的心意 于是开始在外沾花惹草 稍微感觉到一点不一样 就觉得又遇到了爱情 又开始自认为美好的憧憬 但是别忘了 这段婚姻当初也是你自己选的 仔细想想 外面的人再好 能好过日夜在自己身边的人吗 到头来 何必呢 好了 本期的探奇录就是到这里 喜欢我讲的朋友 还是老规矩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老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来讲的朋友 我是老莫 我来讲的朋友 感谢观看